这段时间真的有感觉到说真的是买不到蛋 我们都来这里买的 我们都来这里买的 135来这里买的都买的 只是说以前可能不用135随时来都有嘛 对 每天都有啊 每天都有上 上午11点应该一家老字号的杂粮行 已经排了一场排的民众等着要买鸡蛋 即管民众表示没有买不到的情形 但也说以前买蛋也没有遇到要排队 而民众之所以买得到蛋 这是因为店家为了不让民众无蛋可吹 特别难下调货所以供应量还算充足 这阵子真的是因为全台都在缺蛋 我们应该人算是还蛮幸福的 我们都为他们准备了让他们蛮充裕的 也没有限制他们买就是卖完为止这样子 所以要买蛋是不会不容易的很容易哦 那过年前我们当然是会了很多心思 在为了要让他们有蛋 从南部掉中部来去债 然后初一大年初一还去债这样子 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我们赚到的是看不见的 那个客人一来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来买蛋 民众依序开始减蛋 五斤十斤的买 相较平常买的重量再多买一些 至于价格方面 业者表示目前价格还算稳定 而且因为是英哥在地的老商号 跟客人都有数十年的情谊 不会趁机涨价 像我们家 从过年到现在 我们家我们的价格都是跟比较平稳一点 像我像今天也是一样 都也没有什么调涨 就是就一般的价钱 这种的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就对了 像我们在这里 对于有开火的民众 无蛋可摧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在地经营超过一甲子的老商号 在这个缺蛋的时候 帮大家调货 让大家有得买 相较其他地方烘牌价格或是限量购买 英哥人也因为买得到蛋 而有了小小的幸福感 而鸡蛋源不足的问题 可能还会持续到三到四月 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解决这一场蛋蛋的危机 记者沈金华 增定家 英哥报导